爱国者飞弹是美方 受我重要的防空武器 这飞弹系统是由美方 雷神公司生产 但他恶意哄抬价格 把美国政府和我方当盘子 外媒今年六月就有报道 美国联邦审计署 击合对外军售案时 发现雷神公司福报很高的价格 包含一座价值408亿的长城预警雷达 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 分别在2012、2018 向我国收取110亿的维持费用 2022年还喊价到200亿元 另外2020年的7月耗资182亿的 爱三飞弹重建案 明显高于行情 美国司法部门的作业 雷神公司诈欺案 他对于我国的这个赔罚款 已经完成了入账 总共是新台币52亿 现在最新进展 我国已经收到了赔款 也已经缴还国库 军火市场本来就是卖方最大 美方说多少就是多少 还好有追回来 否则这笔人民的纳税钱 还真的消失的不明不白 特别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